TING CEO 路透明 TING 12.4 字幕 李宗盛 TING 12.5 字幕 李宗盛 TING 12.5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来中秋的速度 当然要煮一口费湯 今天補個什麼湯? 現在看這個陣容 椰子粟米紅蘿蔔 海底椰蓮子紅棗 這個湯 其實基本上我叫糖水 甜到你入心 很好喝,什麼家人啊 這個湯 男女老少 尤其是女士們 就最喜歡的了 接下來的秋天 開始要把握我們的胃口 去滋補一下 看看怎麼做 朋友說 湯不是很重看嗎? 新鮮雞 新鮮椰子 記住買椰子先買新鮮 因為它會有一包椰水 給你 這包椰水不用這麼快 待會才倒下去 粟米紅蘿蔔 那隻雞呢 我們浸完之後 可以拿回來 用來做白癡雞 所以 其實這裡是一桶的菜 不用擔心 那 個時個節 怎樣都要有隻雞 有雞有湯 兩米了 這裡 水 滾 我們整隻雞 拿著餅 放進去 串一串 放進去 然後怎樣 拿回上來 沖一沖凍水 跟它做一個 三溫的 一爛一熱 讓它瘦熟 因為雞皮 脆很多 沖完澡之後 嘩 這隻雞 皮肚肉 放進去 沖下去 轉一轉 拿回上來 讓房子裡 碎出來 再做多一下 很多飲食才沒有 跟你說 三次 是嗎 有沒有在前輩說 為何要三次 為何不可以四次 為何不可以兩次 其實沒有所謂的 以教育分析 三四次 一上一落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知道為何 我們上去 雞肚 和外面 內面 溫度一致 好 讓它整個 統一的熱度 好 今次 就可以 整個 劑去 下去 但是 浸雞 又有 少少重要 那些水 一定 一定要調到最小 我叫 黑眼水 剛剛上來 噗噗噗噗噗噗噗 你調到最小的火 刺滾 飛滾 好 這隻雞 就浸了二十分鐘 拿上來 看它怎麼熟 在雞腿 最後這個位 看看有沒有血水流出來 我清水 看不看 這隻雞就熟了 知道這個位 就行了 嘩 你看 只有青牛 這個雞 OK的了 可以拿上來 去攤凍 我自己習慣 我給少許麻油 下去 少少夠的 我身 讓它亮一點 讓它掃 均勻去掃 掃一掃 是嗎 讓它化一下 化妝 放涼 好 不要熱 熱 辣 辣 好 水 都開 把豬腱 還有材料 就放進去 繼續熟 湯 是嗎 熟湯 熟湯 加起來 好像是雞 滿正的 還有這些熟米、椰子湯 很甜 如果在冬天,我們就流行用烏雞 椰子烏雞,再倒入鮮奶 哇,女士喝完了 這些全部都是加進去 所以用水,我們就不要太滿了 做事要留一線,他很相見 剛剛好悶了 煮到差不多了,還有半小時 把椰青水放進去 粟米、豬腱 豬腱製煲湯很棒 煮完之後,有條筋吃一下 很美味 可以在這裡煮 這個湯大概兩個半小時 用時間去見證 煮兩個小時後,再把椰青水加進去 一起再煮 好,油去 好,現在我們煮些薑油 先把油燒熱一點 把油放在這裡 把薑油拍到碎了 把薑油拍到碎了 把薑油放進去 把油放進去 一手帶車 油如果熱了 可以了 先關火 油可以了 現在的油還是很熱 拌勻 在這個時候,也要把鹽放進去 趁熱 這裏放兩茶匙鹽 多些都不要緊 才夠味 如果不夠味 吃的時候,可以把豬油放進去 超棒的大小 有雞油湯 煎料都搞定了 這個媳婦 這個湯大概煲了 有兩個小時 我把這些椰水倒進去 真的不要灑 有些朋友喜歡回來就這樣喝 清涼 還沒裂 就算了 順便在這裏 放一點味道 少許鹽去調味就可以了 不要太鹹了 這裏湯大概兩茶匙夠了 味道 好 那過來煲滾下去 大概半個小時 可以喝 經過兩個半小時 嘩 一碗 真是甜到入心的椰子 雞湯 這樣便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 尤其是豬佔仔 拿回去吃 有些筋 很好吃 記得也是 煲一口靈湯給家人喝 教主做一道 你也會做一道 還會做得好餓 下次星期在教室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有雞 有湯 搞定了 一雞兩尾 好 那開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